好 当然呢 如果没有瓜葱也没有关系 今天继续来努力哦 那么可以看到其实昨天呢 还有很多人都挤到哪里去了 挤到百货公司来了 尤其这百货公司福袋也很吸引人 像是今年的投奖呢 包括有六十多万元的钻石 甚至呢 也有百万名车 那么最贵的呢 价值百万元的这种轿车呢 很多人呢 是抢着来要 所以除夕夜一吃完团圆饭 立刻来排队 整整熬夜十七个小时都没有睡 那么其中有一位得主呢 今年拿到钻石 不过他前年呢 也在同一个地方抽到钻石 手机会不会也太好了 而在新竹则是有一位大学生 第一次买福袋 就把汽车给开回家了 男生缓缓把钻戒 套上女朋友的手指头 两个人笑得好开心 因为这颗价值六十八万的 一颗拉钻戒竟然是幸运抽到的 一起分享 怎么一起分享 就是等未来求婚的时候用 但他们的幸运可不是第一次 原来前年同一天 男生在同一个百货 也抽中十万元钻戒之类 还有除夕吃完年夜饭 就被妈妈妈来看出来的小儿子 根本没想到会中大家 恭喜你得到我们引起 十二生肖的最次 然后它的价值是九万四千八 我们幸运的 那所以像这样总共有十二生肖 妈妈自己有没有想说要留几个 会留吧 就留给她做纪念这样子 除了要听妈妈的话 听哥哥的话也错不了 清楚明星科大大二生正同学 今天第一次和哥哥 当地的朋友三人合买负贷 没想到就把近七十万元汽车开回家 超开心 汽车打算怎么做 开啊 即使像他这样的超级幸运儿 今年特别多 因为全台多家百货业者 都把汽车当负贷最大奖 从北到南 日系 韩系或MIT高级轿车 总计送出九辆 而台北知名精品百货 也是寄出二十只以上名表 多款名牌包 送出金额总计超过三百万 就是希望在新的一年 人气 买进 一起冲 大家马上赚钱 接着 番茜文 陆宜 SNG小组 台北天王报道